紫薯洗板 天然色素 柔软好吃 准备材料 把酵母加入面粉中 混合搅拌均匀 加入75毫升水 搅拌均匀 盖着袋发一小时 紫薯去皮 洗净切断 放入锅中蒸20-59分钟 蒸好后放入塑胶袋 把香蕉叶洗净 吸干水分 剪成圆形 涂上一层油带用 把面粉加入大碗中 加入糯米粉 细砂糖 混合搅拌均匀 加入打碎好的紫薯 加入清水 混合搅拌均匀 再加入发酵好的面粉 混合搅拌均匀 混合成续状 用手揉搓成面团即可 倒一点油在手上 取一点面团 揉搓成圆形 放在香蕉叶上压平 完成后待发30分钟 蒸锅水煮沸后 以大获蒸15分钟即可 蒸好后 用剪刀修剪香蕉叶即可 紫薯洗板 天然色素 柔软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